2024秘魯APEC領袖會議週來到尾聲 那麼兩個月後 美國的準總統川普即將上任 他成為本屆會議上的關鍵字 各會員國代表都熱烈關切 這可能引發對全球的公平貿易 以及區域情勢可能造成動盪 因此中美目前的元首拜登及習近平 就選在立馬市中心 習近平下他的飯店來舉行 兩人上任以來的第三次拜席會 除了中美元首峰會試圖 跟川普來傳達訊息 臺灣領袖代表林信義 也努力跟各國領袖來互動 林信義證實包含在議場晚宴 等場內外各種場合 都和美國總統拜登多次熱烈互動 內容很多包括跟布林肯的這個 國務卿的這個坐下來的雙邊會談 都談到很多 過去對我們的支持 謝謝他 那麼當然也期待他適當的時間 在將來有機會到臺灣來訪問 他也是跟我說他很想 就是說他還會 所以有兩三次晚會 好幾次都有會談 很自然 他很親切 除了拜登之外 林信義也證實在 APAC領袖高峰會的這兩天期間 他多次跟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同時在場 兩人曾經對上眼 點頭致意揮手打招呼 但是並沒有更進一步的握手 或是展開任何對話 對比十九年前 他曾經跟當時的中國領導人 胡錦濤握手寒暄 今年跟習近平的初次同場 互動明顯降溫 反之跟美國代表團 則是持續熱絡 積極展開雙邊對話